各位弟兄姐妹 你好 各位朋友 你好 今天很高興 連續是第二個星期來到這個地方 Tracy 跟你們分享神的還原 在開始之前 給你們有機會跟隔壁左右打個招呼 今天一個題目就是我是生命的糧 其實比較好的翻譯就是我是生命年報 因為主要說 I am the bread of life 麵就是麵包 應該是生命的麵包 當然生命的糧 在中文來說是比較迷雅 或者問問隔壁左右 你吃個早餐沒有 好嗎? 好 今天這個題目就是我是生命的糧 那個經文就是在整個篇章 在要求第六章 也說到這件事 但是有兩節是比較的 focus 第34和35節 要求第六章 34到35節 說主 上將這糧刺給我們 耶穌就這樣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里來的 必定不我 信我的 永遠不渴 今天我們有機會在一個禮拜 亡亂的裏面 我們可以安靜我們的心靈 來到你的面前 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糧 成為我們生命的糧 所以我就求你 讓你的話語打開的時候 我們的心靈得著安慰 得著幫助 讓我們今天所做的 都是歸著永耀主的名字 祈禱奉靠主耶穌的名字 好 明天 所以今天的題目都是圍繞著約學金第六章來講的 主耶穌其實他說 我是生命的面包 或者我是生命的糧 這個宣言 其實是在當時來說 是對三種對象來的說話 就是說當時耶穌對這群人說話的時候 這群人裏面有三種不同的對象 第一就是這群人中間是有一些民族主義者 就是他們想擁戴主耶穌為王 一會兒說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呢 第二他們來聽耶穌的講道 來見耶穌 他們就是餵著 耶穌很厲害 五餅二餘就可以餵飽五千人 五千人只是藍丁而已 如果計算了小朋友 或者計算了婦女 最保守的估計是一萬人 這麼厲害 我也要來看看這個神跡 要來看一看 我可不可以再有這些麵包來試一試 這些是物質的主義者 第三種對象就是真真正正相信耶穌的宣佈 就是他就是生命的麵包 他就是生命的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就拼命地在空炸英國 特別是倫敦周圍的地方 在當時有很多人死亡 也因為這個原因 很多的小朋友變成孤兒 所以當時英國的政府 他就在郊區的地方 建立了一些營地 接納這些無家可歸的小朋友 特別是那些小朋友的父母親戚被炸死 即是孤兒的 是一千上萬 很多 他們就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不會受到這些空襲的影響 但是那些營地裡的人 就發覺那些小朋友 很多時候在半夜就紮醒 睡不著覺 原來那些小朋友他們害怕 害怕什麼呢 就是說我明天會不會有麵包吃呢 我明天會不會是這個家被炸了呢 會變成是無家可歸呢 那些人都覺得很奇怪 他們經常在那些小朋友 跟他們說你們不用怕 這裡很安全的 你看那個地方多安全多漂亮 你們每天都有麵包吃 每天都可以吃到飽 不論這樣 無論那些大人是怎樣安慰這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仍然有很多 都是睡不著 很多在半夜就驚醒 後來有一個心理醫生 到了這個營地去視察 最後他發覺 那些小朋友原來是害怕 懼怕 就叫了營地的人 你們這樣 那些小朋友睡覺之前 每個小朋友就派一片的麵包給他們 叫他們 叫他們 不吃的 那個麵包 拿著在手 叫他們拿著這個麵包 來睡覺 當那些小朋友 半夜又眨醒的時候 咦 我有一個麵包在這裡 他們就知道 我今天 我有麵包吃 我明天 繼續 有麵包吃 就是因為這樣 很多那些小朋友 他們就能夠安睡了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主耶穌是生命的糧 而這個生命的糧 是一個永遠的糧 今天 好像這班小朋友這樣 我今天吃了 我今天還可以吃 今天很高興 為什麽呢 我預備了一些東西給你們 很感謝Abel姐妹 為我們預備 麵包 我特別叫她 預備足夠 每人一個 你們今天可以拿著她睡覺 你一看到麵包 你就知道我今天有麵包吃 我明天也有麵包吃 好嗎 我們給Abel掌聲 好嗎 多謝她 好嗎 希望今天可以派我們 那些麵包 謝謝 好了 先派了 讓你們有個安全感 每人一個 好嗎 好嗎 真的 真的 每人一個 當然 如果你今天真的沒有吃早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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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沒有吃早餐 我們會點真的很感謝神 我們是比較另類一些的教會 你是可以在廣道的時間 可以吃麵包 隨便 你真的餓就可以吃 不要緊 試一試 我想你怎樣拿在手裡 首先 就是 顯示她 是不是真的麵包 還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真的麵包 OK 那你問一問她 好嗎 好了 那你 真的肚餓 撕一小片 試一試 味道是怎樣 腸仔可以留下它 試一試 先試一試麵包 OK 行不行 行了 OK 好了 麻煩你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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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不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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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牛油味 很好吃 其实 主耶稣是今天跟我们说 在整段经文里面 他提到 我是生命的粮 但是你不能够 只是握在手里 你不能够 只是眼睛去看它 你不能够只看它 主耶稣说 你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哇 这么肉酸 很难去明白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说 你要喝我的血 要吃我的肉 其实不是真的你要吃了耶稣 但是主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粮食是要什么 是要吃的 是要尝试的 你吃下去才能够 是供应你身体的能量和需要 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 好像今天你现在欠着那个面包 哇 有点已经吃完了 感谢 但是主耶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看下 主耶稣的宣布 就是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生命的面包 所对着说的就是三种不同的对象 首先说说背景给你听 第六章 第一节一开始 到第十四节就是说到 主耶稣向这个五千人来到港道 有很多人围住他 港道之后那些人开始肚饿了 主耶稣就叫一个门徒 说你去买东西 那门徒真的拗了 主耶稣你叫他怎么买东西呢 这么多人在这里 半年的薪金都不够他们的食物 接着就有一个门徒 就找到一个小朋友 五块饼 那些是小的饼 不是这么大一块饼 两条很小的鱼 拿去给主耶稣 就告诉主耶稣听 就是这么多 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吧 宿舍之后就分给各人来食用 足够五千人 刚才有人说不止五千人 连男 有女儿有小朋友 加起码一万人 足够的食用 还有十二的 男子是剩下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那些人就觉得 哇 这个主耶稣不得了 他能够是 有一些的神迹 有些的能力 做一些神迹 我们拥戴他为王 那我就会说 为什么会拥戴他为王呢 但是主耶稣 他来 他很清楚 他来的目的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要建立一个政治的一个体系 一个政治的一个王国 他很清楚 他来的目的 是要成为 我们生命的娘 他不是要做王 不是要做世界的王 他要做我们 人心里面的王 他就退去 他就不想那些人 逼他来做王 当时五饼二鱼这个故事 就在加利利的地方 加利利的地方 在当时来说是一个 恐怖主义的地方 地头 因为有很多的奋裔党 那些叫做 Selibs 其中有一个门徒就是这些人 那些是比较激进一点的 那些就是反罗马帝国的那些人 就在加利利这个地方 而那个时间就是 在余月节之前发生的这件事 余月节就是代表到 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成为 从奴隶成为 是神召出来的子民 成为一个国家的开始 所以那些人就打算叫耶稣来做王 有些人回头就说 希望耶稣再来一次 我们又可以吃一下这些面包 多一些的神迹 就在这一段时间 耶稣就站来 祂就说 我是生命的了 刚才说了 在这个会众里面有三种不同的 那些的听众 第一个就是 这一帮人 有些人是相信这个民族主义者 这个叫做 Nationalists 在第十四节 以及第十五节 表明第六章 他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你真是要到世间来的才知道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 强迫他做王 就独自 又退到山上去 为什么那些人会逼耶稣做王呢 你想想 他看到耶稣 行那些神迹 对不对 那些 盲眼的 低脚的 那些 有残疾的人 去到耶稣那里 耶稣叫他好就好了 然后 五饼二鱼又可以喂饱了一万人 不得了 最好就是出来什么呢 搞革命了 自己成立一些军队 你想想 如果耶稣做王 多厉害 不需要担心那些军粮的问题 是不是 那么多东西 马上就说 救你们一万人吃了 那么 军队最重要的就是粮食 好了 你出去打仗 你打伤了 一回来耶稣说 你的脚怎么样 哎呀受伤了 一按手为你祷告 立即好又可以出去打我 多厉害啊 就算你打死了 运条尸回来 耶稣又为你祷告 哇 立即又醒过来 哎呀 怎么会在这里 你刚刚死了 耶稣救活你 你出去又打我 你想想 不得了 一定可以做王了 是不是 又可以解决粮食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伤兵的问题 所以那些人就叫这位耶稣 你不如出来 做这个政治的领袖 做这个解放者 可以解放我们 是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他们看这位耶稣 就是一个 就是为自由而战的 那个自由的斗士 这个耶稣是一个政治的领袖 是一个解放者 是一个 世界的王 但是耶稣呢 more than that 祂来的那个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那些 祂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 释放我们 脱离罪恶的那个困惑 是要那个生命的改变 其实这一帮的民族主义者 很多时候就跟我们今天怎么去看耶稣 很多人怎么去看耶稣 都是差不多 他觉得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是一个革命家 是一个解放者 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一个老师 但是他们看不到 耶稣真正的宣告是什么 我是生命的面包 我是生命的娘 所以这一帮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忘记了 他们也都看不清 主耶稣来的那个原因 就是要我们脱离罪的那个困惑 在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一早已不知道 所有的皇帝 有名的人 所有的领袖 国际或者国家的领袖 Come and God 来到很快又消失了 几千年以来 这个皇帝 你有几多个可以记得他们的名字 出名的几个 很快就被人来到遗忘 但是主耶稣到今天 两千多年 他没有一兵一卒 没有写过一本书 在他一生里面 没有走过 走远过二百里的路 全部都是 在这个巴勒斯坦 那一小小的地方 但是到今天 有成千上万的人 愿意的 因为耶稣的名字 为他来到去坐牢 在世界各地 很多这些人 全道人 基督徒 受迫害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生命的位主 那个王就是这位主耶稣 今天成千上万星期日的日子 就算在美国的本土里面 也都是千千万万的人 就在这一段时间 来到敬拜这位万皇之王 万传之主的耶稣 没有一兵一俊 但是他在人生命里面 那种的感召 那种的能力 是伟大过所有的皇帝 是伟大过所有的 那种的感召 你知不知道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三分之一世界的人口 都在耶稣的感召底下 成为神的遗憾 总共是有24亿的基督徒 在今天 我们大概整个世界 七十几亿 三分之一的人 今天 我们在敬拜这位的耶稣 但是这个耶稣 不是好像这一帮的民族主义者 是做了当时候的王 因为主耶稣看东西 看得完 因为他知道 一个政权 不能够就这样 用权力来到去压制 或者去控制那些国民 主耶稣他用了一件事 就是用他的爱 来感召 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就是因为他的感召 我们就能够 全心全意的 来换怀他 因为我们知道 他就是这个生命的了 除了这帮民族主义者 他们的问题 就是他们只是看到当时候 那个社会的情况 他们看不到 那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人心的问题 人心那种的腐败 那种的罪性 人心是需要改变 所以主耶稣 他站起来 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宣布 就是说我是生命的良 奥古斯丁说的那个说话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空虚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 你用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填满 只是一样东西能够填满你内心里面的那个空虚 就是这个真真正正生命的良 刚才看到那个空虚 所以第二个听众是哪些人呢 就是那些相信什么 物质主义者 我们看看这些物质主义者 那些听众是怎么样呢 二十四节至二十七节 耶稣金特六章 他说众人看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 就上了船往加巴龙去找耶稣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 就对他这样说 他说拉比 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 你什么时候到这里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再再告诉你们 你们要找我 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乃是因为吃饼得饱 要为那必坏的食物来努力 要为那全道永生的食物来努力 就是人子要刺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仁静的 这里就说得很清楚 那些人呢 为什么回来呢 要找耶稣呢 不是因为 他真是生命的粮子 是的 他们是不是肉体的 需要的食物 是吧 我们又可以吃一餐 免费又可以吃一餐 你看这些神迹 看这个神迹很开心 五个饼 两条鱼 一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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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看见就信你到底做什么事 这班人看这些食物很重要 眼前那种食物 眼前那种看的神迹好看 它感觉好 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在政治那种自由 或者被人压制 你拯救出来不是不重要那种很重要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在当时不是一个政治的救世主 他是我们人心的救主 今天我们看看在这个世界里面 大部分都是比较物质化的 我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因为物质化是为了我们的欲望 不知道你在天文学里面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黑洞 在宇宙里有不同的黑洞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厉害的东西 所以我们人心里面 这种物质主意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就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洞 无止境 这种物质主意 这个物质主意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我做了这种东西 或者我拥有这种东西 我就感觉良好 感觉非常之好 就像当时那些人看见耶稣 好像玩魔术 做了神迹的时候 感觉很好 吃了东西感觉很好 当时就是 但是主耶稣再一次地告诉他们 不要喂着这些必然扭坏的食物 来努力 你们要喂的什么 永远不扭坏的食物 来努力才是正确的 永远不扭坏的食物就是 我们人的灵魂 我们人的永生 物质主意在我们美国 不用说话 都不看到 特别是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 是不是 大部分的商家 他们一年里面大部分的收入 都是 在这个感恩节之后 在圣诞节的前后 来到去赚取的 所以你看到 很多的广告 都是告诉我们 你可以拥有这种东西 你可以拥有这种东西 今年可能就是一部新的车 明年的可能是一部新的电视 而那个电视是有户影的 或者再明年的我们有一个新的iPhone 我们有一个新的电视 这种欲念是永无止境 好像一个黑洞一样 这个欲念其实是由哪里来的 就是由不满足那里来的 你拥有了这种东西 你仍然都不满足 你要拥有另一种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 我和师母 在食物车那里住 租了一个宅宅 搬了进去才知道 原来那里是一个客人区 但是那时候已经迟了 搬了进去 可以 大臣又保守 又没有什么事 发生 窗门也是被人丢了一刺 也是可以的 我记得 那时候 那些机器很贵 买了一个桌子 即是那些很巨大的 桌面那些 那些电脑 我记得 当时花了不知一千 一千二百元 那时候一千二百元很厉害 那时候 1995年 就是这样 搬了进去 一千二百元 当时是没有什么家当的 我记得当时搬了进去 我们叫朋友来探我 来我们家里坐的时候 都叫他们搬两张椅子过来 我们连椅子都不够 我们的椅子只有两张 我和叔叔 只有一张桌子 所以朋友来探我们 就叫他们 麻烦你带些椅子过来 真的 没有什么家当在里面 直至买了这个电脑 那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随便锁了门 又走了 咦 我们锁了门了吗 不要紧 家里没有东西 由他开 不用锁 但是问题就是 买了电脑之后 我记得有一天 出了门 小武问 锁了门了吗 我说是 糟了 锁了门了吗 不太记得我 又要把门回去 确定是锁了门 为什麽 就是有个电脑在那里 好了 在大概差不多的时间 买了一部新车 100块 一小子 第一次买一部新车 买了之后 对那个电脑很不满意 那个电脑 就是那个收音机 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投诉 一直在那里投诉 自从买了一部新车之后 一直在那里投诉 就投诉了半年 一开车 这个电脑很不满意 这个电脑很不满意 所以我买的那些是比较低级的 DX 你知道 Honda的EX是最高级的 接着是LX 我买的那些是DX 那部收音机 真是刺眼 看着都不顺眼 看着都不顺眼 听到那些声音 很差 怎么可以呢 一直在那里投诉 买一部新车 那部是一小子 第一部新车 不满足 打电话到那部市场合格 那份商场购买 那份商场合格 我说 我能够把铐积开 圆不满足 她说 不可以 那部铐积开 那部铐积开 那部是真的要投诉 ну 他计划去我们地方的公司 我又打电话到那地方的公司 去投诉 那当然 他坐在那里 投诉了半年 一开车你就不开心了 所以有一天她是羨慕 她也受不了 大力就在我大腿那裏 啪啪 啪啪 她为什么打我 她说 她说 我也受不了 神这么祝福你 这部车是我们人生第一部新车 除了那个新机之外 其余都是新的 刚才记得是新的 只不过你不喜欢 对吗? 你想想你以前开的那部前七 记不记得AMC Spirit 人家送的 20万米 由Virginia駕到Tennessee 我还记得拿了那部车之后 第一件事打电话给Sue 我带了她出去兜风 有一部新车 那部车的兵已经是掉了半 但对于我来说 是很宝佩的 是我人生的第一部车 带了出去 哇 多威风 带了出去兜风 她就提醒我 她说 你想不想起你第一部车是怎么样 我知道 但是神怎么祝福你 你现在有一部新车 为什么你不感恩呢? 你不感谢神呢? 反而你就胃着这个radio 不开心了半年 值不值得 哇 当时候 可以这么说 当头攀航 我明白 因为我不满足 中国有句说话 叫做人心不足 蛇吞象 就好像一个黑洞一样 被这些物质的主意 被这些享乐主意 充实了 我们再没有那种的喜乐 再没有这种的空间 被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有人这样说 现在我们很着重的 是饮食健康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说你吃什么 你就成为什么的人了 我们灵魂可以喂什么食物 给我们的灵魂 如果我们喂那些必然扭坏的食物 我们喂那些junk food 我们喂那些不健康的食物的时候 到最后会怎么样 是会生病的 是不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就看看 我们有没有真真的 在耶稣里面 吃祂这个真真的糧食呢? 这个就是对 第一个总编说的 就是这帮民族主义 想拥戴耶稣做这个世界的王 耶稣也对这帮 来到要看这个奇迹 看这个神迹 来到要再吃一个免费的生命面包 这叫物质主义者来说 耶稣也和这帮真真的相信 耶稣就是生命的量 这帮人来说 他怎么说呢? 六章三十五节 五十三至五十八节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量 到我借你来的 必定不我 信我的永远不看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 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看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 吃我的肉 看我的血的人 就有永生 这个是很难去明白的 以前在中国的里面 因为可能听到一些传道人说这段话 他就说 那些基督徒就是拘捕那些小朋友 要杀了他们 吃他们的肉 喝他们的血 所以反对 很多来到中国传福音的传教士 其实他们是一知半解 不明白这里是说什么 看上去好像很困难去明白 为什么要吃耶稣的肉 为什么要喝耶稣的肉 为什么要喝耶稣的肉 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进入我生命的里面 你要让我成为你生命里面 真真的粮食 如果叫你 你要做多些的善事 你就可以得够了 很多人都很愿意去做 或者叫你 你一天三次在你家里 在睡房里练习瑜伽 你就可以得够了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是不是 如果有人叫你说 你每一天 讨告五次 那你就可以有这个平衡的生命 很多人都很愿意去做 但是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个生命的面包 是免费的 这个生命的面包 是免费的 有很多人就会 先说 哪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好东西就没有便宜 哪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哪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一定不去 哪有免费的礼物 哪有免费的礼物 那我们就会 不去接受 其实都是因为自己那种的骄傲 因为我们人始终觉得 我们要做一些东西 去赚取一些东西 但是主耶稣今天跟我们说 你不需要 因为所有的东西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 他在十字架上面 他被钉死 为了我们的罪 付上沉重的代价 不单止这样 三天之后复会 叫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 我们在他的里面 就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而这个面包 耶稣这么说 他说是什么 是天上赐下来 什么叫赐下来 其实就是gift 一个礼物 你会不会这么骄傲 我一定要做一些东西 才有这个生命的面包 不信 主耶稣很清楚 相信 就可以了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 你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份 你要和我建立一个关系 你就有这个生命 有一个年轻 他爸爸是挺有钱的 他准备是中学毕业 他也知道 他很喜欢一步跑车 他也知道 爸爸会买给他 所以他很开心 毕业典礼 那天 过了毕业典礼 爸爸就叫他 你来我的办公室 有些东西给你 那儿子 气高采烈 进去爸爸的办公室里面 爸爸就拿了一个礼盒出来 他儿子 他儿子马上打开 里面有一本圣经 他儿子就很生气 喃 爹爹 爹爹爹爹 counters 以为你只有一本圣经 爹這本圣经 這是一本圣经 自然是比自己好 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准备用到大学 他需要自慰 这本圣经裡 很多神给我们的话语 给我们的智慧 我相信这本圣经对你很大的逆处 你彈一下 看一看 那个年轻人真是火灌 我明明是想要这一步的跑车 你是有钱的 我知道你有钱 为什么你不肯给我 给我一本烂鬼的圣经 把这本圣经放在桌上 然后就离开 离开之后一直都没有跟爸爸联络 因为他生气 结了婚 有了自己的事业 一直都觉得我应该回家 跟爸爸建立好这个关系 但一直都没有那个机会 直到有一天听到电话 就说你爸爸要过室 请他回来 打理你的喉事 因为你爸爸还有很多的遗产 儿子回到家 回到爸爸的办公室 看到那本圣经和盒子都是买到的 他当时很后悔 他说为什么我不早点跟爸爸和解呢 爸爸还叫我要看一下那本圣经 很久都没有摸过 拿开那本圣经出来 简一简 简一简 简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 他爸爸还显示了 他说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了 好东西比仪雷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 他起不更要把好的东西 刺及求他的人物 拿了那本圣经出来 突然间 有一条的车士就掉下来 拿起来看看 车士还有一个字牌 这个字牌就是当时的 车的车中 写了一个日子 就是他毕业那一年 接着 在文章上写了 Pay in full 全部给了钱 他爸爸的心意 在当时这个年轻人 他知道 其实那个礼物一直 都是他拥有的 只不过他拒绝了我们 我们今天 主耶稣都是一样 他宣布的是生命的良 有三种不同的听众 我们今天 是哪一种的听众 我希望 我们就是 第三种的听众 让我们知道 相信 这位主耶稣 就是这位 真正 第三五名的良 搞来一句 走吧 我们一起来 谢谢 我要感谢 谢谢 谢谢